我们说过了几次,我们基督徒的思想生活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我们内心里面,使到我们真的是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们在外在,我们可以假装,但是只有我们的这个思想是常常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跟从基督的人。 那我们如果是假装是没有用的,神看见,神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神说我们基督徒很多方面在思想方面我们是要很小心的。 这里他给了我们这样子的命令,他说凡事,各有一系列的凡事,我们要思念这些事情。 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每一时刻,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个, 那我们必须要来把守我们的思考思念的东西。 我们要来把守我们如何的思念,因为这是会要来改变所造我们的。 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再更多的强调。 今天许多旧徒的问题就是很多旧徒今天都不怎么去思念思想。 我们就只给反应。 我们东西,事情来的我们就去领受。 我们常常要去观看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不要思考。 所以人们喜欢看电影, 或者是看YouTube。 那这些东西我们不用去思考了,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看去领受去笑。 今天的基督徒也不再阅读。 你们不喜欢阅读,因为你们要来要专心要思考。 但是这些图画,杂志,电影, 那这些东西是他为你们思考。 那人们说,我为个消遣放松,所以我看这些东西。 所以做父母亲呢,你必须教导你的孩子阅读。 要在他们里面建立着阅读的兴趣。 所以年轻人,你们必须对阅读要有兴趣。 不是只是常常观看卡通等等而已。 所以这里神说,我们要把守我们的思想。 因为它会改变你们。 会使你成为这些东西要你成为的。 或者是世界上的东西要你成为他们想要你成为的样子。 我真的希望在这一堂,这一系列的信息过后,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会很清醒地知道,我常常思想什么东西,我在思想什么。 不管是在工作场所,在家里,即使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即使你在学习读书的时候,即使是在当学校教导你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公司尝试要加给你一些观念。 我们必须要很谨慎。 我们所接受的。 所以神这里祂使用凡事这个字,然后祂在一些特定的方面来指引我们。 这各个方面,每一个方面。 那这里所提到的这一些方面,凡事关于这些方面,这些正确的事情。 让这些事情,它充满着你的思想。 当你去学校或者去工作,你用交通工具的时候,或者是你行走的时候。 当你学习的时候,基督徒必须要常常问自己,我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思想思念什么。 现在,这里公义,我们公义,我们说过,我们这个公义,我们不可以将它只限制于人与人之间的公义。 这里这个公义就是翻译成公义。 意思是说,在正义,在神面前是公义正义的事情。 所以上星期我们有强调过,一切关乎祂所说的,祂所说正确的事情。 那你和我必须每时每时每刻都让这些东西来引导我们的思想。 那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是正确的吗? 那这些事情在人,在神面前是不是正义的东西呢? 那我们一直要去试验它。 这个词是要向基督徒强调我们必须有这个公义的特征。 每当你说任何一些东西,不管你做什么,每当人家去看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一个公义的人。 基督被称为公义的那一位,那你们将公义的这一位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已经背诵过什么是神是不是? 那祂的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公义这个属性上,祂是无限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反映出神的这个属性。 其实你对这个成为一个公义的人,你要非常的在意,非常的职责。 到一个地步,祂真的是成为你的特征,到比方说你的老板要写一些关于你的报告的时候。 老板会说,这个人的确是一个公义的人,在他行他的任务的时候,他是一个公义的人。 这个公义的人,好像我在第一堂信息所提到的,是一个他会去实践一切正义的事情。 你也注意到这是基督如何让你称义。 藉着他完全地顺服,他将这个义算为你们的义。 他实践了所有的公义。 这是为什么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 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一切我们的思想思考上,我们都必须要是公义的。 为什么我要花一些时间来介绍这一些。 因为世界一直尝试要改变基督徒。 因为世界一直尝试要改变基督徒。 这个世界的道德观,价值观。 它一直是给你很多的这些电影,音乐等。 它一直要尝试来塑造你。 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模式应该是神是谁。 我们应该要借着反应神的属性来荣耀神。 你必须被这件事情激励。 你必须被这件事情激励。 你必须有这个心智常常要借着公义的这方面,在众人面前有公义的这方面来彰显神这方面的属性。 那你的这个心态不能够只是说我要成为公义是好让别人会羡慕我。 或者是我不会有掉入什么困难。 那你的动机应该是说我要像基督那样在公义这方面。 但是这肯定要先从你的思想开始。 所以好像我们讲过这世界常常用它的方法来让基督徒来改变基督徒。 那世界上的人让我们想的让世人要成为的那样子的公义不是我们应当成为的。 那他们的这个专注常常是说是什么方法管用。 什么方法是实际的。 什么事情会让我得益处。 那世人会告诉你说你不用去想这个公义,你只要想这些对你有益处的就够了。 那我们基督徒必须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公义意思说是在神的面前公义。 在神面前到底是不是正义正确。 然后过后我们必须去行。 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责任本方。 那是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去行正确的事。 那就是要正确的来思念。 那现在我们来谈到关于我们人与人,对人我们要做公义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比较狭窄的专注的这方面。 那别人应得的东西。 那什么是正确应当做的事情。 但是它的挑战是。 可能我问你们。 可能我问你们。 那这个公义是不是指着公平。 那这个公义是不是指着公平。 那这个同等是不是公平的意思。 那你认为呢? 那你认为呢? Because very often people say, Oh, he's not fair, so he's not just. 那有些人他们经常会说他是一个不公平的人,所以他不是公义的人。 He didn't treat everyone equally, so he is not just. 他没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所以他不是公义的人。 那你认为呢? 。 Now very often they are very closely related. 那经常这两样东西是很有关系的。 But being fair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you're just. 但是如果你只是当然公平的话,那你不代表你一定是公义。 那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如果是同等公平的话。 那一些人他们是应得更多的东西。 因为可能是因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他们的责任比较多,或者他们比较努力的工作。 所以你的老板可能给这个人更多的加薪跟你比较起来。 那他跟你的这个加薪并不同等不一样。 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是公义的。 因为公司有他一定的标准,一定的衡量。 那可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当我们需要公平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时候。 比方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或者你申请某一些工作。 那比方说世界上的人追假,每个人必须有同等的机会。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你是公平同等的话,那你就是公义。 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可以以为常常都是说当世界上的人说你不公平的时候,那你就一定是不公义的。 那这个公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那肯定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凡是真实的。 那凡是神说是公义的,那就是公义的。 那如果人讲的一些东西也刚好巧合,跟神讲的东西是公义的,那也是公义。 但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很清楚的信念。 那如果神说这件事情是错的,是罪。 然后你就去遵守神,不去听人。 你就不去做某一些事情。 那你可能被世界上的人称为你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人。 那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可以动摇。 那你在什么背景或者什么文化的情况之下。 那这些你的背景文化告诉你一些东西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公平。 那我们在信主过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衡量必须要按照神的真理。 Now Job says, Shall a mortal man be more just than God? Shall a creature, a finite man, be more just than God? 那约伯说,一个可是有坏的人,他有没有可能比神更公义呢? 然后真言也告诉我们。 真言十八章十七节。 I say, He that is first in his own cause seemeth just, but his neighbor cometh and searcheth him. All right, so what it means is men like to think what is just based on what seems just to him and what is beneficial to him. 那他意思就是说,那一个人他自己看起来是好的东西,他认为是好的。 So you see, we are constantly, we constantly have the temptation to define what is just, what is fair, what is right, based on what we are used to. 那他就是说,我们会经常以我们一些习惯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公义是好的。 那我们可能经常说,这是我习惯的东西是我家人常常做的。 First in his own cause, this is what benefits me, this is how I, what I know will be good for me。 那这是,我知道是对我有益处的东西。 Now here, there are a few areas that I think we are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as we live in a sinful world. 那我相信这有一些事情是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常常都会去挣扎的。 那还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旧徒我们常常会误解混淆的,就是关于这个审判。 当你要去做一些判断的时候,决定。 那世界上的人他们会把这个做判断,他们会把它看成不好的东西。 No one should judge. 他说没有人应该去认断别人。 Everything is relative. 每一样东西都是相对的。 It depends. 他都是看情况。 那到一个地步,人们会说如果你去做下一些定论的话,那是没有爱心。 那即使它是一个清楚的罪,那最近有人分享,当时我在新加坡。 那是在一个小组里面本来应该是一群基督徒的。 那有一个人说这个是罪,这个是错的。 然后这个人讲整主的人就开始攻击他。 他们说你这样去认断是错的。 但是圣经要我们做出适当的认断判断。 所以很多基督徒会害怕不敢去认断。 。 In fact, when you do a quick search of this word, just. 其实如果你去找这个公义的这个字的意思, You actually find it is often related to judgment of God. 那你常常会,你会发现它跟这个神的审判有关系。 In fact, usually just or not just has to do with making a judgment. 其实这个,你的做法公义不公义其实跟这个判断是有关系的。 基督告诉人们,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 他说,我审判,我的审判是公义的。 因为我不是寻求自己的旨意,而我是寻求天父的旨意。 You see, even Christ being God, 那我们看,即使是基督他本身是神, says that his judgment is always just, because he follows what God says is just, his father. 那他说他的判断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是跟从天父的审判。 那我们如何知道什么东西是公义的? 那我们翻开到罗马书七章十二节。 这必须是引导我们的。 7章十二节。 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 所以神的诫命,神的律法, 他们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 然后是被总结为公义良善。 所以我们基督徒们活在一个时代是我们要跟从草流。 我们不能够去顺服这种潮流。 周围的潮流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是公平,什么是公义。 但我们要去分辨。 我们要常常来学习神的话语,常常思念神的话语。 有人问我们应该如何做出一个适当正确的判断。 是没有捷径的。 是在神的律法和诫命里。 你必须知道。 就好像一个读法律系的学生。 他要做法官。 他却每一天问他的朋友。 我要如何知道如何正确的判断。 但是他又不要去学校,又不要去读这些法律的书。 他又不要去来思考在这些法律的书里面是什么。 所以是需要时间了。 你必须常常思想,按着神的话语,去学习。 你要遇到新的方面,你又要去思考。 直到一个地步你是完全被神眼里正确的事情所充满着。 我可以想到有一些方面,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可能会不公义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些我们真的与人交往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这特别和三种情况有关系。 那你对别人是不是公义的? 当对方不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那你可以占这个人的便宜。 那你还会不会继续做公义的事情呢? 那就算你不做公义的事情,这个人他也不会知道。 其实这个人甚至可能他还会感谢你,但是实际上你是对他不公义。 那这个凡事公义的指的就是,只要你知道对这个人是公义的事情,那你就必须去做。 那其实,另一方面就是人们常常会跟这个公义混淆的就是这个可敬的事情,就是在这之前。 。 那一个可敬诚实的人,他可以是一个公义的人。 那一个公义的人也是一个可敬诚实的人。 那一个公义的人,他会要可敬。 但是一个可敬诚实的人,他也有可能是不公义的。 那你可以很诚实地告诉别人说这是所需要付上的代价花费的。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说它并不是公平的一个价钱或者是做法。 。 那你可以诚实地告诉别人,你要卖车的时候,那你可以很诚实。 。 那我的汽车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 那你很诚实。 那你很诚实。 那你不公义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开的这个价钱,可能这个人他不懂。 那他就按着你所讲的去接受。 那你可以诚实,但是你并不公义。 这是一个例子。 那另一个情况,基督徒可以在他的做法上是不公义的。 或者我应该讲,我们会这个成为不公义的一个很大的试探。 就是当另一个人他没有办法报复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他做不了什么。 你知道你这样对待那一个人,那那个人他无法做什么。 那这是另一个方面,我们说基督徒的必须很小心。 或者是对方,你知道他会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并不会说什么。 换句话说你是去欺负别人的。 然后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千万不可以受这样子的事情所试探成为不公义。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在工作人员,你是做老板的。 那你必须要很小心。 或者是你有一些管理的责任,那你必须要很公义。 那特别是你有权力的时候,你在某一个地位的时候你要成为公义。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让你使你有可能不公义。 另一方面是我们要注意偏袒偏爱的这方面。 那这是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是我比较喜欢的人。 那你就不公平地对待。 那这一些事情都会搅扰基督徒,使基督徒不公义地去思想。 另一样事情是你做一些事情为了得到好处。 为了得到好处。 这是在工作场所非常不便的事情。 那我们公义是指着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只是单单因为它是正确的事情。 并不是要得到什么好处或者给什么好处,或者是要去换取什么好处。 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方面。 最后一部分,当我们被不公义地对待的时候, 那你还是必须要公义地去思想。 这并不代表着, 那我被不公平地对待。 那有机会的时候我就要去报复,那现在我们才会公平。 那我们的主说,这身冤在我。 那这个说到基督徒要思想公义的事情,并不是指着说我们要想着如何去报复,然后我能够跟它公平。 我们让我们的主来处理这些公义的事情。 那你和我继续做公义的事情。 那这是一些其中的好几个方面我们就要去知道的,当我们来思考公义的事情。 所以总结。 所以这个思想凡是公义的。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常常非常职责于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方面,我们都要去思想行出公义。 我们有一个深深的口目,我们要去行公义,就只是因为神在祂的属性上是无限的公义。 我真的希望做学生呢,当老师们看你们的时候,那你的同事,你的老板看你的时候,那他们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 你是一个公义的人。 世界上的人,他们会去欣赏一些那些很机灵的人。 那当他们虽然做一些欺骗的事情,但是他们去可能拐弯一下人们,就会说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那我们不要去欣赏这些人,不要去学这些人,我们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思考。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主,我们作为基督徒,世界上次都常常要来影响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 主,就说你帮助我们不要去顺从。 而我们只会单单地去思考在你眼里公义的事情。 被这些事情引导,不管我们要付上什么代价。 即使别人讥笑我们,但是我们要来彰显你是谁。 主,就说你帮助我们,小心我们从世界那里接受什么东西。 主,就是这些世界上这种欺骗的人常常都会成功,然后我们也使我们去学习。 那世界上的人,他们会欣赏那些有得到最后成功,但是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去欣赏这些东西。 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单单有单单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公义的思想,然后也公义的行动。 因为这就是你,是谁。 我们是你的儿女。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